今次这首歌的歌名叫永迅街39号 这首歌是一首慢歌 亦是一首很惨,很孤独的ballot 一个很悲惨的感觉 为什么会想出这首歌呢? 因为今年出了Mr. Stranger和King Kong 是一些比较表达要做好自己的一些跳唱 澎湃一点 第三点我想出一首完全不同的100% 180度不同的一首曲风 所以很想出一首慢歌 我记得年初我都说过很想出一首慢歌 一首很舒服、很平静的感觉的一首慢歌 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很悲惨的情歌 但其实亦是一首很私人的作品 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永迅街39号 是我小学的地址 我的小学就是天主角石中山纪念小学 它的街名就是永迅街39号 为什么我会用这一个街名呢? 因为这首歌就说爱情的遗憾 究竟是好的遗憾还是坏的遗憾呢? 而且究竟你爱情的初冲是什么呢? 我回想回我 在恋爱的初冲 我就想起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就是在小鹿的时候 在录音的时候 我不断地在脑海里面呈现了小学的画面 就是小学和初恋的一个画面 是同班同学来的 所以就很想用小学这个puppie love的初恋 去带出爱情的初冲 或者爱情的遗憾 而我觉得每个人都相关到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无论是你第一次拍拖的对象 又或者你第一次暗恋人的对象 都是你的初恋 而那个初恋永远都是很刻骨骨骨心的 你感觉好像距离很远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是第二次和Hana合作 继上一次不可爱教主和Hana有一个 他追我的一个小情节 这次就是相反 就是他非我 而我很不开心 这次是特意想找Hana的 因为感觉好像是一个不可爱教主的 第二个围到 或者第二个时空之下两个人的一个恋爱故事 所以这次的一个小剧场 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就是Hana 和我说了分手 这次说完分手之后 我们一起养那只狗 养这只狗还是不养这只狗呢 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有一些情绪 也有想起以前一些很甜蜜的画面 最后就决定 我也是继续照顾这只狗 因为照顾这只狗是代表 虽然我没有了这个情人 但是它永远都会留在我心底里面 所以照顾它就代表 我仍然拥有着这一段回忆 我都很珍惜这段回忆的感觉 其实它已经很合作了 今次的狗叫做忌廉 是一只很有趣的小狗 它是 都比我想象中合作的 因为很多时 很多狗会很怕散步 又或者 未必会 任我都不生气 因为我都见过有些狗 是摸摸一下它 摸到一些敏感部位 它会突然间 突然间很不开心 很不喜欢 但是其实忌廉是完全没有这一件事 而且跟它吻吻它 它也会肯吻 但我是第一次见它 所以它已经很聪明了 但是刚刚拍摄的时候 就有一些很尴尬的画面 因为不知为什么它突然间 本身我跟它相处得好一点 但不知为什么一拍摄录机那一刻 它突然间好像很害怕 每次我一遮着手它就突然在头 又或者它会突然间有一个很震惊的反应 我完全不知为什么 可能 我不知是否我做了一些动作 吓到它 还是不知怎样 所以刚刚的场景就是说我 见到它不停舔我时 我很想摸摸它 跟它有一个比较近一点 还有我开始接受它的时刻 但是我想接受它 我想苦摸它 它反而没有跟着剧本 就逃避开了我 但是它尽力了